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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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请进吧 坐 方凯的清化奖是从哪儿来的 是我舅舅给他的 你舅舅 本地人 是啊 你舅舅怎么会有清化奖 他是开金矿的 在井平山 方可要清化奖干什么 他说要做实验 做实验 做的什么实验 你见到了吗 那这些清化奖带回去之后 放在什么地方了 一开始放在家里 我害怕 他就拿走 放办公室了 你丈夫 有自杀倾向吗 我们吵架的时候 他说到过死 那他尝试过吗 有一次 有一次他蒙着眼睛过马路 大概是想笑我吧 陈锋 陈锋怎么知道清化奖这事的 陈锋 他知道这件事 他不知道吗 他应该不知道 起来吧 小润的舅舅舅舅妈来了 姐夫 以我看呢 事情已经出了 那是没办法的事 晚上女婿死了 她当老婆的 受点怀疑 那是平常的事 公安局不也没说是咱小涵干的吗 出了这么大的事 方家必定容不下她 单位里又不好待 心里不定有多苦呢 想回娘家宽宽心 你又不让她进门 你让她怎么办 况且 外甥女婿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都不清楚 得赶紧问问 依我看 先让小涵回来 把事情问个明白 再做打算 行吗 小润 你把她接回来吧 好嘞 快去 我赶紧做饭 吃了饭再走啊 小涵一会儿就回来了 哎 你叫谁啊 三零四啊 三零四 懂小涵 对啊 你四个什么人呢 我说你管得着吗你 小伙子 你还别太横 派出所老曾交代了 谁来找他都得登记 你说我管的这管不着 在哪儿登记 快点 那好 今天先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来找你 小董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姐 爸叫你回去呢 姐 你怎么了 姐 没事 刚才那两个警察和事 他们来了解点情况 爸真的叫我回去啊 家里人都等着呢 舅舅和舅母也在 还是老婆好 算你有点良心 心里不痛快 好朋友成了钱一番 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 只能看着别人忙 心里不是滋味 赵玉 方凯 他那方面有问题 你知道吗 知道 我也是今天才听说的 难怪小韩他 现在你知道小韩他苦了吧 陈锋知道吗 不知道 我了解小韩他是不会说的 不过陈锋应该怀疑过 陈锋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动不动就发脾气呗 盼力他们一时间也找不到 更有力的证据 好了 你觉得是陈锋干的吗 我想陈锋他不会那么傻 可就怕他 就怕他被感情犯了产是吧 今天爱来照顾我 小姑娘嗓子急得都哑了 似乎就跟我解释说 陈锋他不可能杀人 也是一片痴心 小韩呢 妈妈 姐 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好不好 小韩有些日子没回来了 小韩 舅舅跟舅妈可想你了 爸呢 还没来呢 老东西 脾气死云 我去叫他 爸 坐吧 都愣着干嘛 吃吧 爸 您怎么这么晚回来 去了他公司 拿了方凯的抚学金 方凯的抚学金怎么您去领啊 我明天想到方家去看看 顺便给他们烧过去 您亲自去 不行吗 应该去 不管怎么说 方凯以前也是爸的下属 虽然跟爸放过魂吧 可是人已经不在了 还是去看看吧 小雨啊 嗯 明天你跟我一块去 你去看一下 是东西小韩家吗 是啊 爸 进来 爸 我把饭给您拿上来了 往那儿吧 爸 咱们明天 什么时候去放开家 四季一到会打电话的 你下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爸 下去吧 你们说清楚 凭什么随便抓人 是啊 为什么要抓人呢 那毒药又不是我们让他喝的 还得解释多少遍 氢化价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化学药品 严禁失智买卖和流通 你们随便就把剧毒药品给人 现在出了人命 我们当然得追究当身的法律责任 小韩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出了事 你怎么赖到你舅舅头上 冲啊 我 你们都别吵啊 我跟他们去就是了 走吧 小韩 你舅舅一下疼你 你怎么出了事 就把你舅舅给卖了你 你 丧美兴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别送了 夏侣 回去吧 我送你进去吧 姐 早点回去吧 省得咱爸生气 我才不怕 别胡说 你不怕咱爸起出病来 这事本来就是解不对 早点回去 别跟爸交劲啊 姐 你先忍着点 等爸消了气 我再来接你 回去吧 乔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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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玉 一脸漫漫不论的 谁又惹你了 你说 我爸干嘛非要亲自去方凯家 那不是应该的吗 跟方凯家送点抚恤金 表示一下领导对下属的关心 挺好啊 我怕我爸去了 情绪太激动 心脏病犯了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 你替你爸去不就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怎么样了 还在公安局呢 现在没有任何人信任他 连苏大哥都不相信他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陈锋杀了人 公安局会弄清楚的 那你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 你是想知道他怎么样了 还是你想他了 这个时候你应该在他身边 帮助他 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不清楚 你们的事情我最清楚 他爱你 比你爱他多得多 我一定想办法把陈锋接出来 我一定想办法把陈锋接出来 我没在家 我爸不让我进门 怎么会这样 我还没有解除嫌疑呢 像监视剧主 警察到我家里去过了 把舅舅也给抓走了 所以爸爸清坏了 你不是没事了吗 可能 他们还是怀疑我跟陈锋串通 为什么抓你舅舅 方凯的清化假是舅舅给的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外出所安排的小招待所 小韩 你回来吧 明天 我和我爸要去方家看看 送集团给他的附许金 也不知道 小萌跟爸怎么样 看了才知道 巧玉 要是他们有什么事 你一定要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 你现在自身都难保 这要有什么事 我就先看着办吧 谢谢 跟我就别说这个了 你自己多保重 如果真的撑不住了 你就回来 还有我呢 不消灭 爸 墨姨啊 墨姨啊 爸 爸 你想说什么 我要你喝 说什么 别喝 哥 你又糊涂了 哥已经不在了 爸 你先躺会儿 乔宇姐 这是我爸爸 你好 我代表新安集团和董事会到家里来看看 请进吧 是啊 给老人试试太阳挺好的 就在这儿吧 乔宇姐 乔总 你们坐吧 家里有点乱 老人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命是捡回来了 就是瘫痪了 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糊涂的 发生这样的不幸 公司上下都很难过 也希望你们能够解爱 这是方凯的付血金 方凯对公司贡献很大 我和集团的人事处打过招呼 他的付血金 是按政策规定的双倍 另外 家里还有什么困难 你就都提出来 我们会尽力帮助解决的 也没有别的困难 就是霸椎瘫痪 还不知道能不能好 听医生说 得再观察几天 才能出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你还在念书吧 一个人照顾老人太辛苦了 请一个保姆吧 经费由我们公司来出 不用了 我快毕业了 学校室也不多 再说别人照顾 我也不放心 你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还没来得及找呢 我看 到我们新安集团来吧 我给你安排一个位置 我是学医的 学 学医的没关系 关键是 你自己愿不愿意改行 你哥哥当初 不是也改行了吗 小姐 你要买轮椅吗 对 这几个哪个最好啊 这个德国产的 特别轻便 坐着特殊的 你大夫妇 功能多 还在自动转向呢 可惜就是价钱贵了点 行 我就买它了 罚了款 吊销开采许可证 不让开旷去不开呗 人回来就不错了 到哪儿还不是混口饭吃啊 再说了 还不一定吊销呢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我们家对不住你们 我这里给你赔不是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还有话要说吗 是这样的 可能你们不知道 审我的警察说 外申女婿她 她怎么了 警察说啊 她无能 无能 就是性无能 做不了男人的事 你来了啊 就一位是吧 对,老板,记不记得,前几点晚上,有两个男人在这吃饭,十一点钟的时候,有一个人中途出去,后来又回来了。 你到底吃不吃东西啊? 我去。那老板,你给我倒杯水吧。 来,来杯水,来杯水。 我来了。 对了,这附近有没有公厕啊。 我这饭馆,想方便,对面马路问圈。 这是你的水,谢谢。 等一下,谢谢。 你们这是? 乔宜姐。 我给方伯母买个轮椅。 谢谢你,让你破费了。 这算什么呀? 其实,是你嫂子让我到你们家来看看的。 你要有什么困难,你就尽管说话。 她不是我嫂子,她是害死我哥的仇人。 我们家就算难死,也不要她帮忙。 这三年来,她日子一天天是怎么过的。 你别说了。 让我安静活儿。 你就会和我好。 上次去看我姐,看方便人气不得,你还和她们一个逼宫喘气。 小汉她终归事。 有多醋。 就算是吧,可姐姐就活该一辈子守活寡吗? 我知道你恨小孩。 但是,我可以替她说几句话吗? 因为我知道,你是不会给她说话的机会的。 还有什么好说的? 好好的一个家,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完整的人了。 都是她害的。 她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谁害她了? 我哥对她那么好。 有多好。 小汉是做了对不起你哥的事。 可是方凯她自己也有责任啊。 难道她搞婚外恋,也要怪在我哥头上吗? 方萌,你也了解你哥的情况。 你知道,这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吗? 这也不能成为她出轨的借口。 无性婚姻,法庭可以立即判离婚的。 他们还没有离婚。 那是因为小汉不忍心抛下你哥。 他对你哥有感情。 小汉自己承认错了。 然后,他一直在祈求得到你们的原谅。 他是真心真意地想补偿回到这个家里来。 可你呢? 一直在把她往外推。 他不是还有尘封吗? 还会来干什么? 你也结过婚的,对吗? 你爱你丈夫吗? 怎么突然这么问啊? 如果 如果你丈夫也和我哥一样的话, 你还会爱他吗? 还是你会像董小汉一样? 没有如果。 董小汉的苦衷,我们都没遇上。 等你以后, 恋爱了,成家了, 你妈妈应该会知道的。 人有感情不能过一辈子吗? 可以。 就不能没有那个? 也许多。 也许多。 但没人希望那样。 是吗? 我们都比不上东西来。 舅舅怎么样了? 发了点款, 不过马恩。 原来知道暂时被扣了。 人回来了。 还让我给你带个话, 让你别往心里去。 我真是太对不住他了。 等什么时候见了他, 我才当面跟你道歉。 没事,咱们都是自己家人。 姐, 有些话我想问, 问吧。 警察他们说的那些, 是真的吗? 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说杀姐夫的人是你的, 是你的朋友是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真是他, 你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 别再问我了,小任。 我不想去想这些事情。 那就是说, 真是他了。 不是。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我也不知道。 好 小日 你是不是也觉得 姐姐不是一个好人 没有 写错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何况姐夫 他不信 我知道别人都是怎么看我的 我也知道 我给咱家丢尽了脸 让爸妈伤透了心 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爸会让你回去的 放心吧姐 陈凤 想好了吗 想什么呀 让我们查出来你可就被动了 还是你自己说吧 那你们赶紧查吧 查出来把结果一定告诉我 我也挺感兴趣的 你严肃点 你为什么在这儿 你记得清楚 有什么直接问吧 你之前曾经去过方凯的办公室 对吗 对 跟谁去的 董小韩 干什么去了 董小韩说要看看方凯 我陪他一块去 我没上楼 前一天晚上 你因为擅闯民宅被带到过派出所 闯的就是方凯家 对不起警官 那不是擅闯 是方凯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 可是警察到的时候 你正在跟方凯扭打 他 他虐待董小韩 我来教训他 派出所的人可说 你扬言要杀了他 那说了不一定要做呀 可是方凯正好就死了 警官同志 我懂法 您这是推理 不代表我真干 得拿证据 如果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 排除你的作案时间 既然你懂法力 领口供推理定罪 你听说过吗 陈锋 我们已经对你很客气了 为什么 你清楚 我不清楚 苏靖他不是东西 那天晚上他一晚上跟我在一块喝酒 他还受你牵连呢 因为想报复 所以第二天就去找方凯了 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知道方凯抽屉里藏有轻化钾的 只有董小韩 而你是董小韩的情人 在方凯被害前的前一天晚上 又是你们俩一起去的 这事情 是不是太凑巧了 让苏靖来见我吧 谁啊 谁啊 爸 爸 这些东西都是你妈给你准备的 谢谢 自家人还说些 你一个人中 需要什么就说 爸 我想回家 那就回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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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韩 你就把你心情地承下了 你把你的脾气的尽力 你别管他 那直到你的委屈 说你杀人 你杀鸡妈都不信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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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 我还把我爸气死了 什么也别想 回家死了 孩子 走近你就会走进痛苦 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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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远离幸福 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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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真情表白 我们一样的真情表白 共同拥有悲心满 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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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封岁月 已经为我们打开 瞬间看到 旋律的生命色彩 已化作一抹苍白 只有那激情还在 走近你 就会走进痛苦 就会走进痛苦 离开你就会远离幸福 离开了你就会远离幸福 苍茫是份爱的情 是走进了你 再一次面对无奈 瞬间看到 旋律的生命色彩 已化作一抹苍白 一抹苍白 只有那激情还在 旋律的生命色彩 旋律的生命色彩